一年之中有几个月 没有天亮 只有黑夜啊 我在 本尾69度 等你 妈 你觉得 我圣诞节要送你了什么 张北川 曾经送过我一个布娃娃 他最喜欢看我做这个动作 喜欢到 他会心痛 圣诞快乐 你不是一直很想看北极光吗 所以我就把他搬过来了 这可能比真正的北极光 还要美 你伴侣 艾莎前天不是说 她快来没人陪吗 你怎么不约她 我有空 为什么你们会坚持 一定要把这个 我的东西如果不做记号 会被别人拿走啊 艾莎 听说今年101 我会超赞 屁啦 艾莎 你给我解释你 不是你想这样 你干什么呀 明天一早的飞机 我就会离开 但我希望天永远不要亮 永远是黑夜 初恋的存在 就是为了你啊 你离开以后啊 毕业第一件事就是要去飞机 都是因为 如果我的初恋失败 我就会像你 躺在一个男人的身边 可是心里却不断想着自己的初恋 我曾经梦想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我很自私我做不到 你想要玩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陪你玩 你懂什么 我懂瞬间失去一切的感觉 你知道遗憾是什么吗 遗憾就是没有结局的故事 我终于明白永远是什么意思了 其实就是 永远的思念 大家好 欢迎收看《异想世界》 我是张凯英 导演李思源 改编父亲李国修的剧作《北极之光》 推出首部电影长片《极光之爱》 今天很高兴邀请导演李思源 以及演员林彦柔为我们分享 首先为大家介绍导演李思源 思源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第二位是我们《极光之爱》的演员林彦柔 严柔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极光之爱》其实是延续的 国修老师的《北极之光》的援助精神 就在今年四月《屏风》表演班 正式谢幕之后 赶在12月30号就是 国修老师的生日之前要完成 所以 四月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 《极光之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品呢 我觉得我是这次 透过我父亲的《北极之光》 首先第一个要回到为什么选这一部 一直以来我父亲他拥有各个不同的创作 然后呢 从民国30年的到过去70年的通通都有 各个不同的风格跟格局 而唯独 就这么唯独一部《北极之光》 是我父亲他唯一的纯爱作品 然后也就是 像是村上村树挪威的森林 所以我们选择由这一部 透过这一部 第一个向大家介绍李国修 而一方面也是因为初恋的题材 离我的年纪比较近 比较有把握 然后呢 我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的事情是 舞台剧很多东西不能用在电影上面 因为舞台剧它太虚了 虚幻的虚 虚美的虚 很多东西就是表演 然后呢场景音乐 对了观众就哭了 可是电影之中 我们需要很多道理 我们需要很多原因 需要知道为什么 所以说我加了很多角色 他们背后的过去 还有他们真正的一些 隐藏的 就是舞台剧不能够拍到的特写 然后呢 让大家更了解深刻的 为什么流浪啊 遗憾啊 约定啊 这么多的思念 是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而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 我自己在发现 回首逛望我的人生 我发现 我在不同的爱情之中 都学会不一样的东西 我在每个爱情之中 都有共通点 就是遗憾 所以我才觉得说 或许初恋的存在 在我还没学会东西以前 我们就谈了离私恋爱 那他一定就只是遗憾而已 所以我透过这个遗憾的方式 去讲出这个故事 我才发现为什么 我的故事跟我父亲的感觉 是一样的 因为我发现我父亲讲的是思念 而什么是思念 什么是遗憾 其实遗憾就是那些 我们思念的过去 所以我必须说 删的很多 改的很多 但是精神是一模一样的 对 所以刚刚思源 你讲到说 就是有改编的部分 一定有个人的诠释 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多说一点 首先我先回到了 自己的爱情关系 然后呢 我看见的我身旁的朋友们 我身旁听到的故事 我发现一件事情 是我们人啊 情侣啊 分手之后 不管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啦 时间的关系啊 淡掉的啦 或者是个性不和 甚至家暴劈腿的都有 然后我发现 每个人疗伤都是一样严重 每个人疗伤都是一样久 因为我才发现 不是分手的原因 我们在疗伤 我们不是聊那个分手的原因 我们是聊那个伤 那个叫做 为什么你走得这么干脆 我们心有不甘 我们认为付出了这么多 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天了 你说走就走 为什么 我们以为自己是英雄 我们想要改变对方 我们以为自己是那个特别的那个人 我们认为对方为我们改变 可是其实到头来发现都不是 我们都是出自自己的心有不甘 才导致我们偶断撕裂 就是所谓的恐怖情人的发生 因为我们觉得不能输 不能只能是这样子 对 所以说 我用这个1990的故事 跟2014年的故事 来互相控诉跟相应 反称 最纯粹的分手原因 跟最混乱的爱情关系 这个之中 为什么大家都一样痛苦 然后呢 也就是我们新人林炎柔 1990部分 她饰演的女主角小凤 是 所以等于说 这两个初恋的故事 它是相隔两个24年前 跟24年后嘛 对 那炎柔这次演的就是年轻的 年轻版的小凤 炎柔还有一个自己的招牌动作 对不对 可以帮我们多介绍一下 还有这个角色的背景吗 小凤她的招牌动作是这个 然后会有 为什么她常常做这个动作 会有这个动作是因为她的情人 就是她的初恋男友张北川 是最喜欢看她这动作 因为她觉得这动作就像等待 对 她在等待着她来 在人群中找寻她 对 然后小凤这个角色其实 她因为她从小她跟妹妹 就是双亲都在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所以她其实要身兼父母则 然后她从小就要带着她妹妹长大 所以她比一般童年龄的女孩 都还要坚强 还要独立 对找寻 那她其实她的梦想就是她要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嘛 但是她就一直找 就是她 这是她一直努力的 然后但在张北川的身上 她跟张北川谈这场恋爱 她觉得她可以活回自己 对 她可以跟童年龄的人一样 她可以享受张北川给她的照顾 叫张北川的浪漫 对 到张北川离开她之后 她就一直 就是把她的这些思念的情 就寄托在她的书里面 其实跟你的年龄是很相符的 对不对 但是小凤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有距离吗 小凤 其实我觉得小凤 跟我比较有距离的可能就是因为她 她的背景太过 比我本身还要沉重很多 那所以在思源就是在导戏上面有给 就是言柔什么样子的帮助吗 你刚刚有说到就是导演有分很多种 对 有分种很多种不同的角色 然后她的属性嘛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来帮助演员入戏 这个是我父亲他出了一个李国秀被导演的教室 其实不是我父亲出的啦 当然不是 可是就是我们他一直来都有这些奖艺跟 然后由他的徒弟黄志凯编写 而导演主要分四种型 法官型的就很像是 我希望言柔示范几样东西给我看 然后我选择我要第一个或第二个 然后呢教授型的比较像是我介绍言柔说 这个小凤这个角色过去怎么样啊 他应该怎么做 然后呢神型的是比较像是 所谓我们最著名的王家卫导演 就是在旁边看 等你吃四四六碗羊春面之后呢 他说我要这一碗 然后那第四个就是示范啦 就直接就是说 我示范是给你看你照着我做 所以我对于这次跟言柔新人上面的互动呢 我比较属于示范跟教授这两者之间混走 因为我希望让他很明确的知道为何而做 而不是说怎么做 而不是说单纯的说你去演 然后呢去玩 我会告诉他说为什么做这么做 然后再来我想说如果在紧急的状况 有时候还是必须顾全大局 然后呢在紧急的时候呢 我会示范演 有没有哪一场是你真的忍不住你要跳下去演 有没有哪一场戏是你们最印象深刻的 思源可不可以先说 其实我觉得言柔他这次表现得算不错 我们不得不说 他的确是新人 然后呢真的很菜 你会闻到一股菜鸟味 但是在整个电影的成果之后呢 我发现有一件事很棒的是说 他其实还是有做到耶 他其实还是有做到在那么几秒之中 可能对他对我们在现场的人看 会觉得说啊这样零零乱乱的很不整齐 很不稳定啊 可是呢仔细一回头一看发现 哇他做到很多新人做不到的事情 然后呢我认为如果要说有趣的话 是我发现一些很可爱的事情是 当镜头我们说 我们这个镜头是拍你啊 然后呢我们拍你拍完拍完 我们拍北川嘛伯鸿 然后呢伯鸿拍拍拍拍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伯鸿他会有个走位 离开这个镜头 然后我们镜头想说就带过去了 就拍盐柔 这个时候盐柔演得最好 所以他起来是在下戏的时候演得最好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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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出自一种紧张啊 真的是紧张 所以颜柔是第一次拍片嘛 所以就是在这个磨合期 就是刚刚导演说你真的是从零开始 所以这个磨合期你是怎么样一路走过来的呢 怎么样达到导演的期望 其实因为我们在开拍前 我们有跟所有的演员一起上一些表演课 对对然后其实从那个时候就会开始 开始接触屏风的表演的方法 对然后到后面正式开拍之后 其实导演很多时候我会问他说我要怎么演 我会问这句话 然后导演就跟我说 其实不是怎么演是怎么表达 就我们要怎么把这一件事情真实的表达出来 然后导演会花很多时间去 因为我新人 然后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去了解我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你以前在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 那你就把某部分套过来这里使用 对 所以颜柔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一场戏呢 有一场戏我被附导骂 为什么 因为那场戏我们是拍分手 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就下雨了 所以我们就等于说前面的 只拍前面的部分 然后后面的部分就还没有完成 然后过两三天之后 我们再回来拍这个部分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前面的部分 其实已经我跟柏虹已经都哭得整个脸都是累了 然后突然回来我就 我不知道要怎么 要怎么去接上 然后就也很紧张 然后当下就愣在那里 然后就NG了几次 但柏虹都有掉 他都真的有掉 然后我就哭不出来 然后我就被附导骂了 附导骂我骂得好惨 然后我当下 因为附导声音好大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很羞愧 但我还是哭不出来 然后那时候就有喊中堂休息 就是就先休息一下 然后服化妆的人就来帮我整理衣服 然后帮我补补妆 然后化妆师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妍容说你很棒了 你要多久 我们大家都可以等你 你不要紧张 然后我听到 然后他们还就拍拍我 然后我就当场就只能爆累 对 而且月姐还出来跟大家道歉 就我就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情绪了 是 我们当然我个人 我身为一个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导演 你问我好的话 我会 我很不赞同用这种方式剧面对演员 可是因为我当时是不得不承认 副导用的方式是准确的 因为有一件事情是我必须跟 我必须自己面对的 就是我们在社会新鲜人 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自己是新鲜人 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是社会人士 我们以为自己是学生 可是其实你一刻的不专心跟失神 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妍容是需要一个快马加鞭的 他是需要被骂的 那是因为我们没办法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跟专注 表演的最小单位是专注力 你可以东分析西分析角色 你可以讲一大堆理问 七千字七万字 但只要不专注 就演不出来 当下不专注就是演不出来 当下妍容有一个所谓的就是鞭策 然后导致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跟动机 要离开这个现实 而去进入那个角色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是跟骂人无关 是说他突然之间因为外在元素 而开启了他最大的专注力 开启他又是专注的那个开关 对对对对对 第七十八季奥斯卡李安段贝山得了最佳导演 我看见我妈哭了 是我父母看着他一路到今天 他站上国际舞台 得了最佳导演奖 那个时候我母亲掉的泪 真的不是单纯的一种恭喜 而是一种原来梦想在你身上 我们看见了更强大的能量 所以思源也不是第一次创作 你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写过了 为梦想留着无种眼泪 所以你在很小的时候就温顾爸爸说 人要怎么样找到自己 对不对 所以你是怎么样找到成为导演的自己呢 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十三岁那一年 我读的是双语四立小学 而之生国中 所以说小学生国中那一年 所有朋友们都离开了 都去出国了 不是说所有啦 在百分之一 最好的那几个刚好就最好的那几个走了 所以我就有点难过 我心中其实有点觉得说 我很急着长大 小孩子嘛 小孩子大家都想长大 长大都不想长大 然后所以说 后来呢 我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思索 然后也恰巧进入了叛逆期 13岁的时候进入叛逆期 我觉得其实孩子进叛逆期 是一种想要自我寻找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会离父母有点隔阂嘛 其实是为了想要试试看 父母不在我们能不能够活 有点动物本人啊 然后呢所以说我进了叛逆期之后呢 一直到15岁那一年 第78届奥斯卡 李安段贝山得了最佳导演 我看见我妈哭了 然后呢那个时候 我知道一件事情是 我妈认识李安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前 她在纽约的小套房 跟她老婆 住她老婆养她的时候呢 她八年无人问的时候呢 那段期间 是我父母看着她 一路到今天 她站上国际舞台 得了最佳导演奖 那个时候我母亲掉的泪 真的不是单纯的一种恭喜 而是一种原来梦想在你身上 我们看见了更强大的能量 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 我心中充满着一种羡慕 我认为我想要再做这样子的人 我想要让我父母认为 他们能够为我骄傲 所以15岁那年 她得完那个奖 我看着我妈哭之后呢 我决定我要出国学电影 我想要做电影这件事情 而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人生的梦想会一直进化跟改变 我一开始设定的是得一个奥斯卡奖 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不是 你说我现在设定是我想当导演嘛 你可以这么说 可其实不是我想要说故事 我想要散发生命 所以说只要当我做任何事情 只要是跟我的伙伴们 跟我的演员们 幕前幕后的 只要我在说这个电影 我在说我想表达的故事 那个时候 我就是散发生命的人 那个时候我就是说故事的人 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就已经完成了 我不需要去得一个奥斯卡证明我自己 我不需要等12月19号 也就是今天上映的那天 我就能够说我的梦想成真了 没那么简单 而是我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的梦想都在实现着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让我很 很能够身为创作者 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我发现其实有件事情很好玩 是年轻人 我们都不了解自己 我们都不认识自己 而且有些人会误会 以为认识跟了解自己 是一天完成的事情 不是 我认为它是每个礼拜六晚上 要做的事情 对 我认为了解自己是一个专场 每分每秒的事情 它真的现在算专场 现在能够了解自己的人 都能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也能够说得出话来 然后也能够知道 什么东西能够改变世界 而我认为了解自己认识自己 它是一个兴趣跟专场 是需要被培养的 所以你是怎么样培养的呢 就是从15岁你一个人出国之后 对不对 对 然后忍受了很多就是异乡的 那个游子的心情 所以是怎么样就是 这次又完成了第一部 你的真正的电影长片 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其实我觉得我化解的蛮好的 就是这整个过程的压力啊 跟紧张 我觉得时光要先回到陪伴我父亲的那个最后一个 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 我知道我们家要改编这部作品 然后呢 我其实心中有所紧张跟压力 我不太想去面对它 而我看着我父亲生命状况越来越差 我心中其实充满着许许多多的 不愿意面对 就是所谓的冲动逃避 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就对我说 当你注定要把北极之光改变成极光之爱的时候 那么这部作品就已经注定失败了 我当下懂了 我母亲月姐她自己是很尴尬的 她说儿子要拍电影 你不鼓励她说她电影失败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需要的 因为有了失败的关系的心态 因为有失败的心态 所以我才能够肆无忌惮心无旁骛的创作 我不会认为观众要什么而去改这个东西 我不会认为观众喜欢看什么样的桥段 或是什么演员 而去坚持要把所有成本跟钱花在那个人身上 或者是说我需要什么样的音乐 或者说什么样的场景 然后呢去所谓的执迷跟走火入魔的坚持创作者 不是 我想要做的就是说好一个故事 我们先回到一个基本的故事 怎么感动别人 我父亲他也说人生都是大家都说做中学 但他认为四十年来的经验错中学 犯错之中学习最多 所以说我在整个面对失败的过程当中呢 我并不会很紧张的去 就是我没有那个得失心 我没有那个计较 我会更专注在 有没有让我的演员们感到快乐 我的演员有没有学到些什么 或者是我的幕后团队 有没有今天因为他们的能力 而因为我的坚持 而他们少发挥了一点 不会 我希望每个人聚在一起 都是开心的 像一个家庭一样 然后那不止像个家庭 我们每个人一加一等于四千 我不要那么简单 我想要更融合一点 所以说我希望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 是在于说 我们年轻人现在 尤其是我身旁的朋友们间接毕业了 很多人开始自责 不是自责啦 自残 自我惭愧 就是说我毕业了 应该有一份好工作 怎么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其实 注定失败嘛 我们人今的社会 都是注定失败的 与其担心跟抱怨 自己这个工作没有做好 不如 不如去 用今天的教训 做明天的成长 我每天在剧场之中 在拍电影过程当中 犯的错误 我都坚持告诉自己 明天我就要长大 而那是痛苦的 那的确是痛苦的 但同时间 它是值得的 它是一种 我很急于想要去面对的 我想要去达成的一个目标 又是一个我最害怕的目标 就是长大的这件事 所以思源真的觉得自己长大了吗 我觉得 很难讲 因为我觉得其实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 问心无愧这四个字 我今天做到今天 我有没有地方对不起谁了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可是如果你说 真的一路走来 问心无愧 那是叫长大的话 那也可理教室 可是如果说 日久子来我可以做得更好的话 那我也可能还需要再长大一点 我回忆的其实不只是 我的爱情关系 我更去试着回忆 我父母的关系 而我才发现有很多事情 是我还来不及 向我父亲学的 而不单单只是编剧这门事而已 还有他谈恋爱的态度 因为不得不说 他爱我母亲 真的是一个 超出大家能够想象的夫妻典范 屏风表演班真的是 南瓜的真的太多太多了 思源选择了初恋这件事情 初恋都是要拿来遗憾的嘛 那北极的永夜是永恒的思念 所以拍完就是爱情的题材以后 对你们两位 有对爱情有更深一层的体悟吗 我自己是有啦 因为毕竟其实我自己在学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一定要有所挖掘跟探讨嘛 我一定要进入自己 内心之中最深层的欲望跟恐惧 我才能够探讨这个初恋这门事 所以说 我必须说我学到其实蛮多的 因为在这个面对自己的过程是痛苦的 我回忆的其实不只是 我的爱情关系 我更去试着回忆 我父母的关系 所以说 揣测不算回忆 我更去揣测我父母之间恋爱的模式 而我才发现有很多事情 是我还来不及向我父亲学的 而不单单只是编剧这门事而已 还有他谈恋爱的态度 因为不得不说 他爱我母亲真的是一个 超出大家能够想象的夫妻典范 然后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爸放进电影之中 就是 我们都会忽略了我们的父母也谈过恋爱 他们都受过伤 他们也都站起来过 然后今天能够有 今天这样子为人父母的态度 是他们一路走来用伤痛去换来的 是 颜柔也要补通吗 其实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比较会去探索自己的过去 然后对于过去的事情就会有 可能 可能以前是耿耿于怀的 可能 就是它是一个疤放在那里 然后我们不去碰它 但它永远都在 但在拍这部电影 就是一直重复的挖掘自己之后 会觉得 其实那真的是成长 然后对于过去的离开的人 可能都会想法会变 比这部电影观众离开这个戏院 他们能够得到什么 那我希望 他们看完这部电影离开这个戏院之后 能拿出他的手机 打通电话 或是传一封简讯给他的前情人 跟他说以前的事辛苦了 谢谢 谢谢你 但是或许我也有错 对不起 我们在最后杀青酒的时候 然后就有几位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可能都是50岁的长辈 对 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说 对 他们初恋就是那个样子 喝醉了 然后就说他们好想念 就是那个样子好可爱 对 然后还说 还说就是我那个时候的那个造型 然后可能还真的带个发箍 然后长发的 我相信大家如果走进电影院 看这部电影的话 应该可以想起很多 我们已经遗忘的成年往事 但是可能我们真的会很怀念的 对 是 今天非常感谢思源跟严柔 帮我们分享极光之爱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